那么大家好啊,欢迎上每一节目哈,今天一节啊,咱们得讲个真正的大事了啊,现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司令啊 那他表示啊,说伊朗啊,将给以色列难以想象的回应啊 那什么叫难以想象的回应呢 嗯,这个很有趣啊 呃,难以想象的回应呢,就是对双边呢都要见 因为现在呢,你也看得很清楚啊 那么美国的拜登他们呢,肯定是不希望这个伊朗现在打的 如果他真的打了一个1000枚的这个导弹啊 咱都不用说1000枚,打个500枚,这个世界就要震惊了啊 呃,那么如果这样打的话呢,他肯定是对川普有利的 对吧,那你说他对川普有利 那拜登他们肯定愿意赎买嘛 那在赎买的过程当中的时候的话呢,那肯定希望他等大选之后嘛 因为大选现在没几天了嘛,这都一号了啊 呃,到了这个6号,咱们的这个6号是美国的5号嘛 对吧,他比咱慢一天嘛啊 所以也就还有5天,是吧,有5天了 那你想啊,如果这个时候的话,突然发动一场大规模的进攻的话 那对川普来说的话呢,肯定是最有利的嘛 对不对,因为他是这个在野的嘛 对吧,等于帮你助选了嘛,对吧 那对于这个人家来说的话,人家拿着糖了 对吧,你想要让我现在不出手,那我为什么不出手呢 对吧,你能给我一个让我满意的东西 那OK,现在我可以不出手 对吧,你给不了我让我满意的东西,我现在我就要出手 啊,所以现在怎么样,反手为攻了 啊,所以时代呢,确实已经发生变化了啊 因为我说过,新的战争浪潮已经到来 实质上,现在真真正正掌握这个战争主动权呢 或者说掌握这个新型战争游戏规则的,其实并不是以色列 对吧,因为以色列呢,他要想攻击伊朗的话呢 实在是太难了,因为伊朗的话离他太远了 那离他那么远,他怎么能攻击到他呢 对吧,实际上是很难 所以攻击不到他,那这不就是现在一切的这个问题吗 所以你攻击不到人家,是吧,你得需要美国 只要你美国支持,那我马上怎么样,给你添添厂子 对吧,这个游戏就是个玩法嘛 而且就算你选完了,如果是你哈姐当选 你也得给我好处啊,我才能停啊 对吧,因为你一定要知道战争结束了啊 就是比如说这场战争结束了,那油价马上就平稳了嘛 油价平稳了,这个对于伊朗来说肯定不是什么好事 他们需要钱嘛,对吧,毛子也需要钱嘛 所以为什么他们需要这场战争呢,往下走 对吧,因为他们如果不往下走的话 就按照现在这个趋势来看的话,油价下来了 油价再想上来的话,并不容易 对不对,所以油价就得让他怎么样 就才会让他往上走,他们才有机会 如果油价下去了,他就没有机会 所以呢,对于他来说的话呢 起码两个东西吧,你必须得满足我 要么呢,油价暴涨,对吧 这一点呢,你满足我,这是一种 要不然的话呢,就是什么呢 就是你解除制裁 对不对,你解除制裁 这个大家能玩,是吧 你把制裁解除了,我可以进到我想要的产品 我想要的东西,这两点二折总得满足其一吧 那么人家,对于人家来说,才有兴趣跟你谈情战 因为我说过,这场战争玩到最后啊 战场上的胜负,这个对于伊朗来说无所谓 甚至我跟你说嘛,战场上输了都没事 但是呢,要的是什么 解除制裁,那你说战场上输了 你怎么能让人给你解除制裁呢 那一样也能,为什么 我突出长期战啊 我耗你啊,对不对 我今天打你一下,明天打你一下,后天打你一下 咱俩跟回合制似的 这回合制咱俩一直玩,玩到底 对不对,我永远不让他停 你也别想停,你也别想瞎说 那最后疲劳的一方就要怎么样 就要开始谈判了 所以疲劳的一方反而陷入到不利的状态 这个在历史当中是非常呈现的 你可别认为优势一方 他能一直优势,那一直优势就一直优势到底的话 是吧,那德国人人就赢麻了 对不对,为什么打着打着打着 他到俄国他就不行了 到苏联他就不行了呢 苏联广大的领土 进去了跟没进一样 对吧,失去了跟没失去一样 而且在这点你一定要知道啊 在这个苏俄战争爆发之前 实际上吞了好多波兰的土地 所以如果你算上东部波兰土地 再算上乌克兰的土地 对吧,当然那个是他的土地啊 那么起码呢,他有什么 大量的冗余和空间可以跟你玩 对不对 所以整你真正攻到莫斯科城底的时候 你突然发现你的能量不够了 对吧,人家是以什么 人家是以这个空间换时间 对吧,换到了时间之后 等你不力的时候 我再把你拖下水慢慢陪你打 那现在以色列也是一样的 人家也是以空间换时间 对不对 你有手表,我没有这个时间嘛 对吧,我拖下去 今天打一下,明天打一下 后天打一下 那每天都让你在那打 那你打是打还是不打呢 你打,是吧 那我就陪你打到底 那这个东西呢 以色列他当然是高兴的 他想打,对吧 那这个美国他就不高兴了 因为只要有人当选了 当选之后的话 美国必须要降西啊 这一次美国能不能降得动这个西 这个是美国的生死场啊 降25 高市场 没劲了 降不下来 降50 中规中矩 降75 高世界 是吧 美国仍然坚挺 降得动 对吧 这三种到底降美种 他要给市场一个交代的 市场听不听你的号令 市场听不听你的这个看法 是你给市场一个交代 不是市场给你一个交代 知道吧 你满足不了市场的需求 市场觉得你的东西不行 那人家就不跟你玩了 要减重跟你玩 你在别的地方的谈判标准 谈判的东西都要下降 所以说白了 你在这个游戏当中 没有你想象的美国那么好玩 对吧 我只要耗下去 对我来说就极为有利 而且川宝要当选的话 川宝更要谈和平 为什么 你别忘了啊 川宝现在把话说的可狠 是吧 说的老狠老狠了 但是问题是 川宝要想放出来的钱更多 川宝的计划是放7.5万亿美元 你想想 哈里斯只放2万多亿 那他的这个投资计划的 比哈里斯这个计划要大三倍以上 那大三倍以上的话 你得是平稳的大三倍 你得大三倍才有用啊 你要是那不平稳的 你大三倍管什么用啊 明白这个意思不 如果你是不平稳的 你大三倍 那等于说不好听的 人大了跟白大似的 是吧 你钱多了三倍 你东西没多 是吧 整个运转的能力没多 那你的钱不但等于没多 相反的话 其实等于还少了 那怎么能接受呢 这个世界怎么能跟你这么玩呢 能理解吧 所以整个游戏玩法呢 其实现在呢 看的已经非常明确了 已经非常非常明朗了 你再往下玩 越玩呢 是吧 这个游戏呢 越按照这个基本法玩 按照这个游戏规则玩 是吧 那你越玩呢 你就会发现你越玩不动 你越玩不动呢 你需要需要平稳 越需要经济平稳 这就是为什么人家 我说人家有能力 跟你为之一战 你需要的是平稳 人家需要的是混乱 对吧 那你容易还是人家容易呢 那当然是人家容易了 对吧 当然是你难人家简单了 对不对 所以对于你难人家简单来说的话 人家只要他老师 让那个游戏规则做 人家就行了 对吧 拼命的怎么样 在这个游戏里去逼着你啊 让你下不了桌啊 跟你这个钢啊 是吧 人家OK了嘛 对吧 对于人家来说的话 有什么不OK的 所以现在呢 他就等于在干嘛 在较劲 他在跟美国较劲 知道吧 他告诉美国 是吧 这个哈利斯想不想当选啊 想当选 给我想要的利益 对吧 你特朗普想不想当选啊 特朗普你想当选 是吧 那你也给我利益 你们两个谁不给我利益 是吧 你们当选了之后的话呢 那我就开始闹 对不对 所以我没跟你讲嘛 这个时代最大的变革是什么 是导弹 如果现在的话呢 伊朗只有飞机的话呢 那伊朗是没法叫化的 为什么 你那个飞机飞起来了 对吧 你苏35也好 苏37也好 对吧 人家那个R535 你俩在空中相遇了 空中一格斗 你输了 你输了之后 你就没有飞机了 没有飞机 你就打不到底 对不对 就跟萨拉姆似的 为什么萨拉姆 那场战争打得那么凶狠 就是那 好像世界的这个战争史 都发生变化了 为什么 一种全新的战争思维 已经彻底被确立了 对吧 只要掌握了制空权 你就像瞎子 你就像笼子 你就像傻子似的打你 对不对 那这个是新战争浪潮的到来 对吧 在那个时代的战争浪潮 就如此 所以为什么萨拉姆 败的那么快 是吧 那么彻底 那么透彻 那不就因为这个原因吗 对吧 你为什么败的那么透彻 就是因为 你没有在一个新的游戏之下 跟别人玩这个游戏的资格 所以你败是正常的 你不败才是不正常的 说一道理吧 你不败才不正常 败是应该的 但现在问题是 现在新的战争浪潮也来了 人家以导弹为主的这种战争思维 它不再像过去那种了 对吧 我不需要跟你空中格斗了 你有没有你的L35 跟我有什么关系 你有L35 我导弹出去攻击 你没有这个东西 我也导弹出去攻击 你有没有 我最后都可以攻击 这个才是这个时代最可怕的变局 对吧 我不是在依靠于旧时代的玩法 我不是在依靠于旧时代的思考方式 我是踏踏实实 按照全新的这个游戏玩法来 你是我这个游戏玩法里的人吗 你是咱们玩 你不是咱们玩不了 明白这个意思吧 所以你是还是不是呢 你自己思量清楚 对吧 那现在我凭什么可以较劲 因为我在这个游戏里 我真真正正的可以开始较劲 这个是整个时代的变革 是整个游戏方法变革了 对吧 游戏玩法都变了 完了你跟我说这个世界没变 对吧 你还跟我那耀阳威管什么用啊 说句不好听的吧 你现在除了跟那个 是吧 你现在除了跟那个这个哈马斯 是吧 你能够较劲 你连黎巴嫩你都不好较劲 你派出了好几个师 去打这个黎巴嫩 打怎么样啊 为什么不言不语啊 不都因为打的不好吗 对不对 所以以色列在想发动进攻 没有像当年那么大优势了 陆军的优势已经没有了 空军的优势也不明显了 对吧 人家的导弹军队的优势反而比你明显 对不对 这是时代的变革吗 那你赢不了这个变革的话 那你后面怎么玩 你根本就玩不了啊 所以我说实话呢 呃 人家反过来要劲 对吧 人家反过来跟美国说你给不给吧 对吧 你美国说不给 好 给不给就闹 给 他怎么说 如果美国给了暗中赎买 那人一旦明白了 哦 暗中赎买 那这个消息百分之百会送到以色列 对吧 那以色列也知道了 哦 他不会跟着我玩了 那对于他们来说怎么说 是吧 所以中东的这个天平马上就要变了 这个游戏马上就要变了 知道吧 起风了 大风起西云飞扬嘛 对吧 如果你没有发那200发导弹 那人家都认为你是 又打嘴炮了 是吧 除了穷发狠 什么也没有 对不对 你除了发狠以外 你会什么呀 什么你也不会 对吧 那现在的话呢 你也看得很清楚 是吧 打过这200发 你再跟别人说 是不是 你不给我这个 我就动手了啊 我要打200发 是吧 我打几百发 让你难以显向 那你别人就要掂量掂量 别人就觉得 呦 这他是不是又有点什么招 是不是 又有点什么能力了 没准他又要使了 咱们得小心点 对吧 这就是这个时代的玩法 你不打着一拳出去 谁会怕你 人家只会认为 你说那话都是 跟放屁都差不多 谁也不会把你那话当真的 但是问题在于 如果你真的敢动这个手 动完这个手之后 你只要动一次 别人再也不敢轻视你 因为轻视你的代价 那是极为高昂的 他得付这个代价 对吧 那他付的出来 付不出来呢 对吧 那这个东西他就看了 是吧 所以我说实话呢 最后到了 选举的最后时刻了 马上啊 所以那到底是 张三狠 李四狠 还是吧 还是王五狠 这等只能咱们慢慢看 反正有一点呢 是非常明确的 新的战争浪潮 给了他底气 如果他没有这个导弹的话 那他对不起 他的飞机 打不过人家的飞机 对吧 那你就没有影响了 对方手段的能力 对不对 那怎么办 而且这一次导弹的 拦截率拦截的非常不错 对吧 两个视频一对比 你就知道 一个是天上 嘣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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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一个是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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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完全是不一样的嘛 对吧 这个你看得清楚 骗不了人的嘛 那这给了他底气之后的话 那他现在开始怎么样 开始叫价嘛 对吧 那你给不给我价嘛 对吧 你能给我价 咱们怎么说 是吧 你给不了价的话 咱们怎么说 这东西慢慢慢慢 不就该开始了 对吧 所以未来呢 呃 你能给 或者你不能给 你能说 或者你不能说 是吧 咱们慢慢谈谈吧 对吧 这咱们得好好谈谈了 是不是 所以你再想像以前似的那样糊弄啊 是吧 想让我陪着你玩这个玩那个了 对不起 没有了 没有了 再想像以前似的 对不起 绝对没有了 所以对美国来说的话呢 他的形势在未来越来越艰难 为什么 因为这个世界都明白了 一旦这个世界都明白了 哦 原来导弹厉害 知道吧 导弹比飞机厉害 那美国就完了 为什么 全世界都搞这个 那你美国 你以自己游戏为首的 那个航母战略还管用吗 你的航母 现在对人还能形成 那么大的这个威胁吗 如果不能的话 那对不起 人家就开始玩别的了 等大家都开始玩导弹 都玩无闻机了 你那个游戏还落后于时代呢 对吧 那你还能玩得成吗 你还真的能像过去那样 号令得了天下吗 那你这一步要慢了 你想让你付出的代价得多大 你付出的这个物资得多少 对吧 你的代价 你的物资 你的这个能量比人家付出的 要多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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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跟别人玩 对吧 你就没法玩了 所以你们怎么看 别着急 都是好事 好吧 那这一节呢 先到这 看下一节内容啊 那这一节 咱得讲个硬事啊 现在你胡歌表示啊 说任何以离协议 都必须保证 以色列的长期安全啊 那什么叫保证 他的长期安全呢 这个长期安全呢 就是以他的阵线 对吧 你看起来呢 说的是狠话啊 其实狠呢 也不是那么狠 对吧 因为保证他的长期安全 那就是他要占便宜 他要捞便宜嘛 但是问题是你现在 你没有什么捞便宜的能力嘛 对吧 你那个军队打的不好 这是实情 打的不好 还想出去捞便宜 这个怎么能做到呢 那你说你还能谈成吧 对那坦尼亚胡来说的话呢 现在其实他可能也不太想谈成啊 那他没准还想怎么样呢 还想打呢 对不对 所以他期待的是什么 没准等川宝上来嘛 但川宝为什么要放出那个话呢 就是因为别人要告诉他 知道吧 谁上来 都得要经济发展稳定 谁上来都只能自顾自啊 所以我们跟你讲嘛 对于这个以色列来说的话 以色列为什么这么疯狂 对吧 很简单的道理 呃 川宝上来了 对吧 就算大家说川宝啊 上来如何如何了不起 如何如何 但是你别忘了 川宝上来了 比如说他引发这个经济的狂潮啊 或者怎么样 是以什么为代价的 是以7.5万亿的借贷作为代价的 他上一个任期就印了 使了大概8万亿 对吧 那么这个任期的话呢 如果要是能用7点多万亿 对吧 这还不算是他债务本身产生的那种各种利益的话 那他这一个 这一次的任期的话 最少要10万亿以上 对吧 那你再算上社会的基准负担的话 很有可能在这一次 是吧 川宝他们弄完了 最后的结局就要到50万亿 所以50万亿之后的话呢 那么美国会发生什么根本性的变化呢 就美国就变成日本了 知道吧 那就像日本是一样的 只要一加息呢 就完蛋了 不加息呢 就能继续往下维持 所以那个时候呢 对他来说的话呢 他就怎么样 他就不能打了 知道这路子吧 他就不能打了 他就不能这个长期的去打 那如果他是长期的去打 长期的去玩这游戏的话 是吧 那以后他的能量 他对外的干涉啊 他对外边的这个这些角度啊 知道吧 慢慢慢慢的呢 他就都都消失了 啊 所以等这些东西都消失了 等那能量都消失了 那你说他还会管那个以色列吗 你觉得他还真的能去管以色列吗 那个时候就不是会不会管了 就能不能管了 是吧 所以为什么我说呢 你有手表 是吧 人家有时间 为什么人家有时间 对吧 历史十年也好 二十年也好 一百年也好 是不是 说是一百年 沧桑俱变 但是对一百年来说的话 那波斯人家建立自己的文明 一张嘴说建立了多少年 人家建立了四千年 一百年一个周期 人经历过四十个这种周期 对不对 所以这只是弹指一挥奸的事 但问题是你这一挥奸 你可就要躺地了 所以说白了 美国这一次就是唯一一次 或者最后一次能去救的 那二十年之后的话呢 可能美国都没有了 那个时候美国泥浮子过江 自身难保 谁也救不了谁 是吧 张三救不了李四 李四救不了王武 谁也救不了谁 谁也管不了谁 是吧 那如果是以这种结果为结果的话 那对于他们来说的话 那是非常非常糟糕的 明白我讲那路的吧 那对他来说的话 其实是非常糟糕的 所以美国人呢 只要他最后撤退了 是吧 管不了他了 那他也就傻了 是吧 那实际上以色列也就傻了 所以为什么以色列 这一次打得这么疯狂 他不想停 因为他看得很清楚嘛 我停了 表面看起来 我是拥抱了和平 是吧 我是跟大家合作了 是吧 好像是如何如何了 实际上呢 实际上大错特错 实际上是大错特错 表面看起来是OK了 表面看起来是好了 但是问题是 你有没有想过 这个一个OK的代价是什么 那就是再也动不了了 对吧 等你再也动不了了 人家那边就动了嘛 对吧 人家那边就行了 等人家那边行了 你怎么玩呢 对吧 所以整个游戏呢 玩到今天这一天了 未来的倾向 趋势都已经特别特别明朗了 是吧 在这个游戏当中呢 咱们怎么玩 咱们怎么折腾 如何如何运转 对吧 这个东西都看得很清楚 必须要搞 啊 必须不能停 停了 将来就要受巨大损失 而且停了 美国可能将来就不管你了 你千万别相信什么 谁是谁的狗啊 谁是谁的爸爸呀 谁是谁的儿子呀 这种话呀 都是一种话术 对吧 这个都是一种木墙的这种表现 对吧 那弱者对强者 好像有一种尊重啊 一种尊敬之情 这个世界上就这么回事 对不对 而且所谓的五次中东战争 是吧 媒体语言 他们花了不少钱在这个世界上 就这么讲啊 我这么说你就明白了 就是你对以色列的这个看法 对犹太人的这个看法 人家花了不少钱 对吧 拍了不少电影 拍了不少片子 那反向来说的话呢 人家也塑造了很多这种形象 就是一方面呢 给你办个惨案 一方面呢 给你办这个活金刚 铁罗汉 让你觉得他特别的了不起 所以你认为他了不起 那是一种媒体语言 如果你真正的冷静下来 你去看几次中东战争的话 你就会发现啊 他赢没赢 他赢了 但问题是他是怎么赢的 那是整个西方世界 对阿拉伯世界的这一种打击啊 对吧 一开始的话呢 是这个英法 是吧 这个支持这个他们 后来的话呢 是美国支持他们 对吧 苏联人从中的话呢 也是要撬他们的竹杠 所以阿拉伯世界输了 阿拉伯世界输是因为什么输 是因为他打不过这个以色列吗 错了 是他打不过整个西方世界 你说他不团结 但是他也进行了四次中东战争啊 他也是着急起来的这些人去打呀 那他们水平就这么样 那怎么办呢 对吧 他其实也是打的 而且整个中东世界 在这次 这几次中东战争当中的话 他也占了大便宜 所以为什么伊朗和美国之间的关系 他就修整不好 为什么 不是因为这个美国特别的恨伊朗 对吧 这个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话 爱恨情仇 哪有那么的复杂 对不对 没跟你讲嘛 政治只有敌人 没有仇人 那为什么他们弄得跟这个世仇似的 他们为什么搞像搞的双方之间的关系 是一种世仇的关系 他为什么是世仇 嗯 其实这个道理太简单了 就是因为阿拉伯人希望你们是世仇 对不对 阿拉伯人希望你们是世仇 阿拉伯人不让你交往 不让你在这游戏里玩 然后呢 你堵住了阿拉伯人 堵住了伊朗人阿拉伯人在这游戏当中继续去玩 继续去踏实实干自己想干的事 是吧 是这个道理吧 如果你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那你还看不明白吗 从这个方向来看的话 你还理解不了吗 对吧 所以整个游戏玩到最后玩的是什么 玩就这游戏嘛 知道吧 所以我这个不让你跟他好 所以封住了你 完了我就占便宜 这还有什么可理解不了的 对不对 所以这个游戏当中谁是占便宜的 阿拉伯人占便宜的 美国人占便宜的 以色列人并不占便宜 对不对 这么多年了 第一个和平没有换到 对吧 这个你看得很清楚 第二个 是吧 这个时代的变革 美国人越来越弱 别人外边的敌人越来越多 是吧 外边的人越来越多 对吧 这些东西你也都可能看得很清楚 所以说白了 这个游戏怎么对你以色列有利了 嗯 那是你认为对你有利了 对不对 实质的情况并不对你有利 对吧 实质的情况恰恰恰恰对你没利 这才是什么 这才是这个真正的真相 那你说怎么办 那也没办 这个世界嘛 形势比人强 这不是说你喜欢 或者你讨厌就能解决的 是吧 这是谁喜欢谁讨厌就行了吗 对不起 不是啊 所以整个的玩法呢 越往下玩呢 是吧 你这个游戏呢 就越玩不下去 你越往下玩呢 你就越玩不下去 对吧 那最终等这个结果出来了 是吧 等你也玩不下去了 等你能力也没有了 是吧 最终的话出水呢 也就建两脚泥了 等出了水 建了两脚泥 最后你也明白自己不灵了 是吧 也被抛弃了 那回之玩意 所以现在呢 对于他们来说的话呢 他们也看得很清楚 是吧 自己在这游戏当中呢 也不占便宜 那干脆不如怎么样呢 不如就拼这一枪 对吧 成所谓生死看淡 不服就干 是吧 那他现在的话 让他停的话 他停得下来 停不下来 如果让他能停 停得下来的话 那我觉得OK 何本话怎么说都行 如果要停不下来的话 那这个游戏 可不就是拼这一枪吗 是不是 可不是现在 他就得拼这一枪吗 不拼不行了呀 不拼的话 这游戏根本就过不下去啊 那只有怎么样 只有拼吧 所以对于川普来说的话 川普他认为 他上台了 就能把这东西轻易的解决 能不能解决 可以解决 怎么解决 赎买 出卖以色列 换取阿拉伯世界的利益 但是问题是 你出卖了他们 是吧 那你是不是要付出代价呢 对吧 那你是白卖人家的了吗 对不对 人家在你助选当中的话 给你帮你了 或者怎么样 你能白卖了他吗 对吧 甚至这么讲啊 你如果最终放弃了以色列 是吧 让人看不到以色列的强大 那么短期看啊 这个市场可以说 哎呀 我的妈呀 太了不起了 是吧 你如何如何强大 如何如何了不起 这东西我觉得OK 可以说 但长期来看的话 大家就看了很清楚 在整个的这个中东的这个游戏当中 你的地位正在往下降 你的地位已经往下降了 这是实行啊 整个阿拉伯世界就不会跟你玩了 以后这个人民币国际化也好 石油欧人民币也好 那将来慢慢慢慢就往中国这边偏了 为什么 你证明不了你自己的能力的话 就只能往这边偏 然后问题现在来了 你降息降多少 你降不了75 你只有降75 你才能向这个世界表明你的能量 你的实力 而且为什么我跟你说降75 不是我疯了 川宝上来 比如他上来了 他说要放七万多亿 他要放七万多亿投资的话 那是什么概念 你琢磨琢磨 如果美国的利息仍然很高 对吧 那如果息降不下去的话 美国光利息每年多少钱 对吧 如果是5%的话 是吧 这个到了50万亿的话 光利息就是多少 就25,000啊 对不对 50万亿的5%不就25,000吗 25,000那是什么概念 啊 再加军费的话就已经3万多了 对不对 你再加这个社会保障什么的 一下就4万多 直接你就入不复出了 对吧 你别开玩笑啊 明白我给你讲这意思吗 那 那50万亿什么情况下才能活呢 降到0.25啊 0.25那是多少 对不对 那应该是1000多亿吧 50万亿的0.25应该是1000多亿 那你想你一个要付这个 是吧 2万多 一个付1000多 那哪个合适 当然是低了的合适啊 你不降下来 你能行吗 但问题是你降来了 你社会的通胀怎么办 对吧 这些红伯的会不会给你面子 所以这里边我告诉你啊 我为什么说川宝他不行 川宝真正问题在于两难 就是如果他想发展这个经济 他就要大欠债 当然大欠债呢 就要引发大通胀 但是问题就在于呢 你跟老乡身知道吧 维持的关系好 能维持稳定 你放了之后 老乡身配合你 能玩 那么那个时候呢 他们对于百姓来说 是吧 他们怎么说 没什么太大事 明白这路子不 但问题是如果对于人家来说的话 人家不配合你 是吧 老百姓肉眼可见呢 他们又变得穷了 对吧 通胖膨胀了吗 那他们会放得过你吗 你没有老百姓的支持了 对吧 共和党人就不支持你了 共和党人就 是吧 跟你说再见了 共和党一跟你说再见 后边的事就都好说话了 对不对 你这个游戏你接下来 你怎么玩 所以现在问题就是 横也不行 竖也不行 只有降息 但是问题是 你想降人 能让你轻易的降吗 对吧 你能让你 说说立立的 这么降来吗 世界能认你吗 对吧 你政治不稳定 社会不稳定 经济不稳定 什么都不稳定 完了你就钱稳定 你这东西 就说 说漂亮话而已 是吧 说而已 实行了吗 对吧 我跟你说实话 川宝呢 也就是赢不了 知道吧 这个世界可能还对他有一点念想 一说 哎呦 当初要是川宝赢了 咱就不会过今天的胡日子了 知道吧 其实川宝赢了的话 最后的结局 你就知道 他会过得比哈里斯还惨 为什么 那大印钱的计划都来了 印了钱没地使 使不出去 几年见不着成效 那是很正常的事 知道吧 大通胀就要来了 社会要进入到大通胀的这个阶段 你觉得对于美国人来说 尤其普通美国人来说的话 你还觉得是什么好事呢 对不对 很多人还在那儿降呢 还觉得这个对于美国是什么好事 如何如何呢 是吧 你马上就出水 你就知道怎样叫你了 所以现在问题就是以色列呢 他到底怎么说 是吧 以色列呢 和伊朗呢 现在的情况都很现实 就等这个选举呢 先要看选举出来 铁口之后 是吧 选举出来之后的话呢 他们再讲话 所以以色列这个意思 什么意思 他也是较价 他也是叫价 他叫的是什么价呢 他就告诉大家 知道吧 这个你想上来 出卖我的利益 不行 没有吗 我只为我的利益优先 我不能说说我答应你 答应你之后的话呢 然后我出卖我的利益 那如果我答应你 出卖了我的利益的话 我这游戏我也玩不下去了 对不对 所以人家真正表达的是这个 那现在双方都在叫价 那看叫价最后的话谁输谁赢 对吧 好吧 那么今天那集呢 就这里 谢谢收看